字幕 李宗盛 一台旁邊的名字很大 但是上面這樣 取消了 今天誰想問誰嗎 我猜是強哥 走了 明天要換他 修正昨天我講那個 平均的薪資 五年的話 是780萬 簽約金的平均 金額是150萬 所以這樣子 加起來大概900多萬 修正一下昨天講的數字 然後 我們最近在探討 低潮 怎麼走出來 我這邊有一個我自己的分享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棒球是一個高失敗率的運動 你要打三成或四成 就是失敗七次跟六次 然後我們會 常常陷上說 我們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會一直想要多練 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你們參考看 因為它是一個高失敗率的運動 反而是說你表現很好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奇怪 因為表現很好的時間比較短 表現不好的時間比較長 那是不是可以轉過來 當你表現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多練一點 那有時候我們會 表現好的時候就少 然後表現不好之後練多 為什麼會提出來這個呢 因為身體跟大腦會記憶 你看到什麼 然後你看到影片 看到人家動作 你會去模仿 然後你會去吸收 所以你在那個 在你狀況很差的時候 你練很多的時候 你會不會 會不會有一個 會不會讓你的細胞跟你的大腦 去記憶這個最近很差的那個動作 有可能喔 所以狀況不好的時候 不一定練很多會好 常常會有人提出來這樣 那我說欸 我提供一個方法讓大家參考一下 你反而狀況好的時候 是不是要練多一點 讓那個記憶可以記久一點 就是說 欸 因為你打得很好的時候 這個 機率真的太少太少 打不好會比較多 所以 提供一個 小小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 狀況好的時候 是不是 可不可以 多揮棒 把它記得更久一點 讓你的細胞 讓你的大腦說 欸 讓我記這個感覺 記久一點 我們今年那個狀況不錯 對 歡迎來到 陳陳的動腦小教室 今天要讓大家動動腦 讓我們在球場上更清晰一點 那 接下來這個問題呢 是要由 昨天拿下MVP的東龍回答 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動動腦 幫忙想一下 好的 故事是這樣子 在古代 有四位勇士 在一個村莊裡面 那四位勇士呢 分別是 女巫威城 寓言家東華 騎士偉達 跟獵人詹子賢 他們要去對抗 他們要去對抗 怪獸軍團 陳子豪 哈哈 然後呢 他們 準備要開打的時候 獵人家東華 就預測了 敵方陣營在哪裡 但他沒有殺人 那女巫威城呢 你要仔細聽喔 女巫威城呢 殺了十個人 使用毒藥殺了十個人 再來是 偉達騎士 撞死了五個人 那 紫賢獵人 也殺死了五個人 但是 紫豪怪獸軍團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用單腳折棒子的怪力 也殺死了我們五個人 好那請問 請問東龍 關我什麼事 關你屁事 哈哈哈哈 關我什麼事 哈哈哈哈 關你屁事 不會 東龍 關你屁事 關你屁事 欸 關你屁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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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